莱奥斯利 你这监狱看着是不错呀 话说你这里 有没有那种穷凶极恶的犯人呀 好像还真有一个 据说是有人撞到了他 然后他就把人打个半死不活 还用雷劈他都焦了 我去 这么狠的吗 你快带我去看看 旅行者 这就是那个犯人 你要小心点 别靠太近 据说他还杀过直冬的执行官 旅行者 我刚才在边吃甜点心边散心 结果点心被人装掉了 他们还把我抓了起来 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打人的事你是只字不贴啊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神子呢 就是神子觉得我扎在 一心净土里太久 怕我阴谋 就让我去外面散散心 行不行吧 下次别总想着动手 点点心没了我给你买 谢谢旅行者 没想到这位居然是 到妻的雷神大人 失敬失敬 他的出狱手续已经办好了 我们再看看其他犯人 行吧 那你这里有没有那种 激情过高智商犯罪的犯人 我对这种犯人挺感兴趣的 有的有的 而且我听说他被审判时 直接把原告的弗尼娜大人 给说得气哭了 诶 这样的吗 居然能把弗尼娜气哭 诶 快带我去看看 旅行者 这就是那名犯人 我建议和他不要有太多对话 旅行者 好久不见呀 纳西达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这次 是来风担 拜访水神福卡洛斯的 和他聊了两句后 就去了欧比克莱格剧院 后面 他就亏了 应该是太感动了吧 最后 我就到了这里 感动个鬼呀 感觉他以后再也不会想审判 异国的神明了 等等 旅行者 你说异国的神明 没想到这位居然是 虚迷的草神大人 抱歉抱歉 我这就为他办理出一手续 都怪我 没仔细审视犯人 没事没事 这是纳威莱特的问题 毕竟是他审判的人 你只是负责关起来 说的也是 对了旅行者 我这里还有一个 会弹情淫湿的犯人 前几天刚被我抓进来 我带你去欣赏一下 放松心情 就是这个人 还说自己是世上最好的 淫游诗人 嘿嘿 哎嘿 旅行者 你也在这儿呀 我说怎么温迪副 可我一直没抽到 原来是你把他关起来了 你就这么喜欢关神明吗 今日的胜负 莱欧斯利的败贝 你也在这儿呀